現在的學生這樣有機會接受到農產的工作 因此在地青農存起中 到達好興奮的立新國社合作 這就是農產參訪的活動 從學生生產來提供農民的工作 了解當作的辛苦 也希望學生可以在社事務 提供時動夠有 青農當家中是向立新國社合作作 煩不順是要怎麼辦 還要怎麼收分成長的 上面的這個玉米的部分 一顆一顆我們叫做玉米的米粒對不對 每一個米粒是對於一個區區 那你們知道有多少區裡面就有多少米 這次大家都是第一次到完美順產來成功 雖然蠻糖很多 不過也是給大家的感覺很新生和出比 感覺非常的辛苦 怎麼說 很累而且太陽很大 那你以前有吃過玉米筍有親手摘過嗎 沒有 那今天親手摘感覺呢 我懶負非常的辛苦 還好這支推動是能夠有確定 透過在地親人農民合作 希望多年還有很多核心 實際在地都做不到的基本地式 讓大家在處理過程當中核心 謝謝妞妞果園的其中叔叔 他可以讓小朋友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然後來到玉米田 然後跟小朋友介紹一下我們玉米筍的一個特性 平常我們很喜歡吃玉米 喜歡吃玉米筍 可是小朋友從來沒有下過田 所以這次的機會很難得 可以讓小朋友來參與這樣子的親自體驗 然後夏天來採玉米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們還可以現場吃 因為這個是沒有農藥的 他可以現場吃 然後吃起來非常的鮮甜好吃 那我們也希望等下小朋友在採的時候 可以去體會 其實農民在種玉米筍的時候 其實真的還蠻辛苦的 市場上買很輕鬆 可是實際上這麼大一片 你要一根一根的去採 真的需要很多的心力 希望是更多人來認識我們農業 那其實最容易去接觸到的就是我們周邊的學校 那周邊的學校 這些學童其實在餐桌上 他其實並不太認識這些原型的食物 而都是加工過後的 那如果說 我們在我們生產之餘有一點餘力 能夠請這些學生來做體驗 來認識我們家鄉的這些農產品 怎麼去種植 或者說怎麼去做採收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一點點的社會責任 然後我希望能夠把整個家鄉 包含整個周邊的學校的這些食農教育 一起帶起來 讓更多人來認識我們 新農展開中也希望透過這款的食農交由體驗 實際上是不安三地到三地的規定 而要頂著食物 到中華新聞林貴英 好親切的方法